大家好,这里是不香蕉的,我是小子 香蕉是很常见的一种水果 它的营养丰富,常吃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事 我们平时吃剩下来的香蕉皮也是有用的 香蕉皮是很好的养花材料 它含有丰富的甲元素和钙元素 能促进植株根系的生长 但是香蕉皮用来养花不是直接就可以用的 需要给它加工一下 那香蕉肥料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就是做液体肥料 简单方便,肥效明显 我们先把这些吃剩下来的香蕉皮给它剪碎 可以给它剪得稍微碎一点 剪得越小快,它的发酵速度会越快 香蕉皮都剪好之后,我们准备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用家里有的什么容器都是可以的 我常用的就是这个塑料品 简单方便,容易管理和分辨 我们把这切碎的香蕉皮给它放进去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香蕉皮和清水的比例大约在1比5 这样做出来的肥料浓度会比较浓 后面可以用的稀释的之后再浇化 清水换进去之后,给它盖上上面的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不要盖得太紧 放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香蕉皮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气体 如果这个瓶盖悬得非常紧的话 那是很容易发生炸裂的 所以一定要留些缝隙 让发酵的气体能够散发出来 现在发酵的这个香蕉皮不要着急使用 可以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使用 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发酵成功 那等到那时候使用呢会更加的安全 今天关于这个香蕉皮